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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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用吗 当然有用 这是第一关 至少有一半单痴小的人 看到这块牌子 鼻子摸一摸 轉頭就走了 所以還有第二關 當然有 就在 我們台灣 失氣太重 所以房子久沒人住了 就一股霉味 我去開一下窗子 有兩個女鬼 王大哥 你說你之前有租給兩個女租客 她們在這邊上吊自殺 對呀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經過這個事情以後 我決定這房子不再租了 我不要自 自找麻煩 確定是自殺嗎 法醫驗了之後 就說沒有他殺嫌疑 可是也查不到自殺的原因 等一下 被小心不要踩到 這些人真的是有夠過分 把我所破壞就已經很可惡了 居然在裡面燒東西 你們等我一下 我去看個螢幕 你去哪兒 我裡面有監視錄影畫面 我要查看看 這是誰闖進來了 我要把他抓起來 有監視器 你後面就一個 還有一個 在書房子上面 我帶你們過去看 這上面也有一個監視器 還有這個 這個就是你說的第二關 對呀 這樣真的有賀走的作用嗎 有這尊門神正在這裡 誰不怕 嚇都嚇死了 看看書房 這就是我哥的書房了 明暗就是在這兒發生的 從那時候到現在 幾乎所有的東西都沒有動過 是 如果還有什麼線索的話 我想 就應該在這裡了 如果你們等一下要動的話 要盡量 放大根你放心 我們不會破壞現場的 我有問題想要請教你 好 你說 如果 如果 剛剛在外面那個小孩 是王明凱兒子的鬼魂 那麼出現在客廳的那兩個 就是在這裡上吊的女子 按理說 王明凱一家死得這麼冤 他和他老婆 還有其他小孩的鬼魂 應該還留在這裡 可是 怎麼都沒看到 桌上那張照片 那是你哥哥嗎 對 二十幾年前 本來桌上還放 其他的全家福的照片 我怕看了處境傷情 所以就把他收起來 就剩下這張擺在這裡 因為這是他最喜歡的地方 你哥哥生前 很喜歡研究化工 我哥是化工博士 很多農藥公司找他研究肥料 幫助一些農民 種一些無蟲害的作物 所以後來就有人叫他農夫 怎麼樣 你們好像覺得很驚訝 因為我們在查一個案子 也是跟農夫有關 但是你哥哥已經過世這麼久 肯定跟他沒有關係的 怎麼樣的案子 你說不定我能幫上忙 也沒有什麼 王大哥 平常你在山上的事情 就這麼多了 謝謝你的好業 你剛剛說 你哥哥這麼幫助這些農民 那他怎麼會牽扯到 滅門血案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當年 他為了研究肥料 需要紙巾 所以去跟地下全農姐姐 那檢察官那時候調查 就是認為說 這個命案是因為金錢糾紛 引發殺機 這個 那你認為呢 我 那時候檢察官 其實有抓幾個涉嫌地下錢莊的人 去問 最後都是證據不足 被放回來了 不起訴 這命案到最後就變成懸案了 為什麼白正浩不繼續追問農夫 而要將話題轉開 你不賣就不會有人買啊 農夫是誰 他就是一個老師嗎 老師 教授 農夫 難道李慧說的都是真的 但是王明凱死這麼久了 怎麼可能是跟李慧接洽的農夫 王大哥 你在嗎 等一下 以前門口有個風鈴 所以一有人來 那風鈴就會出聲音我就知道有人來 現在也不知道被誰拔走了 就算有人跑了進來我都不知道 你等我一下好不好 風鈴 有意思了 王大哥 怎麼樣 有個人撞起了現在在公裡面 希望你回去協助幫忙 可是我現在有客人在 情況很緊急 只有你能夠處理 好啦...那... 我等一下就過去 你先回去準備一下 好 蔣衛 不好意思 我可能要先回公里一趟 每次都這樣 只要我一回來 就要叫我去公里幫忙一些事情 公里處理事情 我是機身 所以要去處理一些無形的東西 其同 對 神明說我拜天命 沒辦法 閃不掉 王大哥 那像是你哥哥的事情 有啦 我也是有問 不過神明就跟我說 我等到實際到了 就可以水落石出 這樣子的答案 要人怎麼接受 沒辦法 那個...神明既然這樣說 我也只能接受了 王大哥 你不是要敢去公廟嗎 我們兩個 方便跟你去看一看嗎 方便 歡迎 不過 白警官 你是主張用科學辦案的 應該不是相信這種鬼神的人吧 你覺得我是這種人嗎 你是 你絕對是不相信的 不過我聲明 我是真正的機靠 不是別人的 好啦 既然想參觀那 請啊 趁鐵 唐 陈哥 你不認識這次的事是嗎 你所知 所屬離開這位律師的心想 哪不將我將開幹心法 將你打入十八針 地獄監獄心魄 三位律師 一個花在門口 一個精神 一個用英明水效用 明標無 多謝新春 來啊 將另外兩位代上 這不是 剛剛出現在王家 上吊的那兩個女鬼 他的名字 你們兩位往生之後 他們說 既你們的直落世界 不該在於王家流亂 這不是你們應該住的地方 既然你們這位不孤 本身 只好將你們 收招 出現 他到底在做什麼 我不清楚 謝謝方大哥 謝謝 不用客氣 不用客氣 已經沒事了 王大哥 你什麼時候有空啊 我想請你幫我們 進化一下房子 前陣子有發生一切事情 好啊 我看看什麼時間可以 我再通知你 謝謝王大哥 好啊 白警官 我是機桶 所以啊 要幫神明辦事 像這些無形的東西 你們應該看不見 所以 不會相信啊 身為警務人員的我 面對像這樣的事情 我也像報紙懷疑得太多 對啦 這也是正常人的反應呢 對喔 這是 我大哥家的悲憤鑰匙 你們要是犯案需要 你自己開門就可以進去 這樣方便嗎 方便啊 你現在在幫我們王家 我們高興都來不及 反正啊 我最近也要把房子整理整理 不過你放心好了 我不會再住出去了 你們任何時間 隨時都可以進去 黃大哥謝謝你 不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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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王大哥 在廟裡面辦事 你有什麼看法 你是覺得他是神棍 很難說 以前的我 是絕對不相信的 但是這段時間 發生這麼多事 包括入夢 我不能說沒有 但也不能說有 這世界上 才多不可思議的事 但難以解釋 洪法官剛剛也問我 如果抓到游啟洪 要怎麼定罪 如果沒有證據 證明他在夢裡殺人 根本沒有辦法盯他子 是啊 怎麼有辦法在夢裡 拿到證據呢 但是有險為他害死大少 我是絕對不會放過他的 我是認為 你應該先把仇恨放在一旁 不然薛小姐的死 只會讓你失去理智 你觀察我 我們不是應該關心彼此嗎 是啊 這是我應該要改進的地方 你還是做你自己就好了 如果你改變了 我們就猜不到你在想什麼 是你 還是你們 我們 當然包括我 剛才王大哥有提到 門上的風鈴 你有什麼看法 不是已經有意思了嗎 我們入夢的時候 都有聽到風鈴的聲音 所以你認為王廷喜 跟游啟洪有關 是 而他爸爸的綽號 就叫農夫 他想要查出農夫到底是誰 這樣就可以連在一起了 這樣會不會太簡單 你有看到桌上 有很多化工的書籍 農夫他又在研發農藥 還有肥料 而毒咖啡跟什麼有關 跟畫工有關 如果王廷喜就是游啟洪的話 他想要追查王家命案的真凶 那就有道理了 因為為什麼他爸爸叫農夫 而現在坊間相傳的這個人 做化學讀咖啡的人 也叫農夫 如果只是巧合呢 如果只是巧合 那我的推論就是錯的 但是我還是想要知道 為什麼游啟洪要找農夫 現在只要證明 王廷喜 到底是不是游啟洪 對了 你問了沒有 問到什麼 你說趙文翔的事 有 有 我有請人家去打聽 他們說是住戶報警 因為趙文翔住的地方 太多黑道進出 太複雜 住戶會害怕 警方調查之後 發現趙文翔 他簽證已經過期 已經超過滯留的時間 趙文翔那邊出入的確是複雜 難怪其他住戶會通報 隊長 你不覺得 趙文翔他被移民署的人抓走 有引擎嗎 你覺得會是什麼一切 總之要確定趙文翔被帶走的原因 總比平白無辜被他弄走 還來得安心吧 隊長 學姐 隊長 王明宇的資料都準備好了 好 謝謝 關於由喜鴻過去的資料 目前部長也沒有辦法 從洪法官那邊取代 但是我也想辦法的 子昀 開始報告 是 王明宇 五十三歲 警察獻奇異 第六期 當時要當兵的時候 就去考獻奇異了 海軍陸戰隊代訓 二十七歲結婚 三十二歲離婚 夫妻離婚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王廷喜出事 被關進少年關護手之後 根據調查 王明宇的警察評比 自從他哥王明凱去世之後 就一年不如一年 而且還寫得很難聽 寫了什麼 很多人投訴 說他是神明的代言人 常常在執行的時候 為神明服務 這一點我知道 剛才我跟淑敬也有親眼看到 但是王大哥他跟我們講 他是在休假期間 才去供裡面幫忙的 隊長 你的資訊太快了 下次可不可以慢一點 叫我才跟得上 還有什麼繼續說吧 而且他也被很多民眾投訴 各種奇怪的理由都有 像是路邊亂停車 三更半夜跟鄰居吵架 後來被調去警備隊的時候 巡官也投訴他 說他情勿不正常 跟隊員相處有問題 結果就越掉越遠 調到山上去了 第一次我跟葛亮 去山上找王大哥的時候 他也有提到 他也覺得很奇怪 一飛 芷筠 你們再去查看看 看有什麼線索 好 知道了 我約了人 你們繼續開會吧 學姐 你去找王明宇之後 有什麼進展嗎 王明宇有說他的哥哥王明凱 綽號也叫農夫 還有王家的門外 以前有掛風鈴 什麼 王明凱是農夫 王明凱不是已經去世了嗎 那現在真正農夫是誰啊 而且 游啟宏真的是王明凱的孩子嗎 繼續查下去吧 我有事 我出去一下 好 王大哥 你警官 怎麼樣 還有什麼事情要釐清的是不是 有些事情 想找你私下聊聊 好 來 請進 請進 謝謝 不好意思 沒 沒地方讓你坐 不會 不會 李警官 你是有在找什麼嗎 剛剛那兩個女鬼不見了 真的是被你處理掉了嗎 你看得見了 王大哥 其實我跟你一樣 都看得到 不過這件事情 特搜隊的人並不知道 我也沒有打算 用讓他們知道 對 對啦 對啦 你現在的心情 我能夠理解 其實 當年在警備隊的時候 我也有兩個同事 因為他們女朋友墮胎 就被英靈一直跟著 我是好心的勸他們 結果 他們還說我怪力亂神 但是我聽說 之前長官的評比 是寫你跟隊員不合 他們愛怎麼寫怎麼寫 我也沒辦法 反正最後結論都一樣 就是我被調到這身上來 對了 剛剛我跟隊長來的時候 有在門口 看到一個騎腳踏車的男孩子 他認識你之子吧 對 他叫 亭康 我大哥四個小孩 喜樂安康 他是老要 老二老三都已經投胎去了 就算他 但是如果你可以 處理你鬼的話 亭康怎麼 我承認 我有私信了 因為我最疼他 捨不得他走 至於那兩個女鬼 他們本來就應該到他們的世界去 留戀在人間 對他們沒什麼好處的 你今天來就是為了證實這個事情 不是 其實是我內心裡有一些疑惑 你跟我都一樣都能看到林毅 還能有什麼疑惑 我始終看不到 我死去情人的鬼鬼 你有這麼想看到他們嗎 你就看得到天康 可是 我也看不到我大哥大嫂 他們不想讓我看見 也許是因為怕我掛愛 怕我活在一霾之中 那這樣子他們走得不安心 其實我大哥大嫂挺照顧我的 可是我真的好想見到他們 覺得我有好多話要說 還有一些遺憾 有沒有什麼辦法呢 辦法是有啦 是有沒有笑我就不知道 我現在什麼都願意嘗試 就是你的意念要用力的去想他們 說不定他們會到你的夢裡來 不過我還是要勸你 早點放下吧 畢竟他們已經不是這個世界的人 而且不可能再活過來跟你一起生活 但是我忘不掉他們 覺得 虧欠他們 甚至 會有罪惡的人 叫你放下 不是叫你忘掉他們 而是把他們放在你心裡的某一個角落 我相信了他們在另一個世界 也會支持你的選擇的 謝謝王大哥 我相信了他們在另一個世界 也會支持你的選擇的 我真的可以放在你心裡的某一個角落 你放下了嗎 李威 你為什麼不讓我看到你 媽媽 李威 李威 那是李威的背影 是我看错了吗 不会的 我跟她生活这么久 我不会看错的 小红 我已经死了 我不应该再出现在小红面前 当初是我要小红去假扮李淑静 就是怕那些人找上小红 我如果现在再出现 一定会给小红带来困扰 让她陷入危险 今年度的全国货案毒品证物公开销毁仪式 好 我跟队长确认之后会尽快回复您的 谢谢学长 小红跟葛亮还没回来 他们两个去跟间造咖跟追鸡 应该要段时间 学姐 你去哪里 你怎么跟队长一样神秘兮兮的 队长还没回来吗 还没 对了 王明凯真的是我们在查的农夫吗 这我也不清楚 所以我刚去的公庙一趟 但是没有可用的线索了 我回来 不是吧 我刚才跟学姐说你们去跟间 结果你们就回来了 他们下班你们也跟着下班 还说他们很贼会躲 我看你们是偷懒吧 林警官 请注意你的用字潜词 谁偷懒 是因为他们明天有毒品销毁活动 再忙我们才提早回来 而且造咖 他是负责查扣毒品保管工作的 好吧 往年不都这样子吗 往年都怎么样 公开销毁气货的第一二级毒品 开记者会对外宣示政府打击毒品的决心 烧得越多代表茶器有力 但这也代表毒品越来越泛滥 宣传异味纵过于实质争办 这几年都是次长负责主持的 刚刚他秘书就有来电了 想要确认一下队长是否要参加 你就回说队长不去 为什么 因为很多同事都说队长只会专门办自己人 还有很多人说我们只是专门找人的特殊队 他们看到队长那种冷笑 队长都受不了吧 那些人啊根本就是酸不着心态 找个人都找不到 还需要我们特殊队出马才能够破案 我帅葛亮以在特殊队为荣 我们清楚我们自己在做什么就好了 我相信队长不会在意别人怎么说的 没错 队长说过 我们要撕掉警戒对我们的标签 只要对正义不妥协 全力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就好了 学姐 我有查到王明宇还是有在帮人处理凶宅事情 我去公庙的时候有看到信徒 请他帮忙进化凶宅 我想应该就是帮忙吧 那可是要收费的哦 我查过他个人银行记录发现 有一个特殊的房仲业者 会不定期的汇款给他 防仲就防仲 还特殊防仲业者 因为那个防仲呢 是专门处理凶宅的 是专门处理凶宅 真的蛮特别的 真的蛮特别的 应该是因为王明宇他是记忆同 他平时都在帮别人消灾解恶 那这个房仲呢 就定期找他进化房子 然后给他签 应该就是这样子吧 就是这样 学姐你好厉害喔 这个啊 算是一门很新兴的行业 因为通常凶宅呢 不太好卖 所以王明宇 就负责把里面 所有奇奇怪怪的东西 都处理干净 房子好了 价钱自然就好谈 而那个房仲啊 就酸门处理这种case 算是一种暴力喔 有查到那个特殊房仲 叫什么名字吗 洪伟哲 王大哥 这些符咒都不用了吗 不用了 这里已经很干净了 没什么好兄弟了 来 丢里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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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影子跟符咒等一下 一起拿到楼下外面 就画掉 我知道 来 对 洪大哥 来 我的新名片 之后啊 如果还有人要来买房 再帮我多介绍 你现在是怎样 你直接把凶宅房仲 就给他印在名片上 你不怕吓到人 一张名片而已 有什么好可怕的 对不对 再说了 再说了 你注意到了吧 有人注意 我才有机会啊 也对啊 说实在 要不是跟你合作那么多次 我还真不相信像你这样子年轻人 会去卖兄仔 王大哥 要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才有机会杀出血路啊 对不对 而且 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做到今天 那些好兄弟 本来就不应该留恋在这个世界上的 对了 王大哥 这件的状况 是不是比较特别啊 因为我听附近的居民说 有灵异事件 不放心 那就 多放三个月啊 你要常来啊 门窗啊 都把它打开 让它通通封 用就好了 没问题的 好 那不然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 房价比较涨的时候 我们再来算你的利润 好了 好了 OK 不过 我倒是建议 这间房子要不要再给它放久一点 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地段后市看涨 如果再放久一点 搞不好价格会更好 你是不是感应到什么 没有啦 就是这种事情我处理多了嘛 现在略懂一些行情 OK 我懂了 可是 你事情都处理好了 我总要跟你亲吧 那房子没有卖掉的话 我哪来的钱跟你算 我又不缺钱 不急啦 慢慢来 话不是这样讲 我们合作这么多次 合作这么久了 一般来说我钱都是很快 就回给你了 不然这样子 房子我租出去 三年 三年的房租给你收 算你的 然后三年以后房子归我 我怎么处理 就我的事 好不好 好了 你说了算 那我就先回去了 OK 王大哥 把气了 多放几天 震一下 我搬了一箱 想试看看市场的反应 好 量不要太多 否则X突然重出江湖 我怕又会被盯上的 我知道 1008是发哥 可是这个发哥 到底是谁 我也不知道 在还没有确认他的身分之前 我不会跟他交易 毕竟 他害死了Vigo Vigo已经死了 我们还是要找其他人带领 我无法相信他 滑 我一直想不透 为什么你那么相信Vigo 从他死后 你就不再出货了 你们 房子是跟你租的 现在被吓到变神经病了 你还敢说不关你的事 不是 你不要住之前我警告过 你真是凶宅啊 你不怕我怕你 你还说 你说要怎么赔钱聊天啊 不关我的事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两个打一个 有本事单挑嘛 美国 我们北桓的事 你不要插手 叫你打你来 也是一样 黄卫泽 你跑不掉了 大哥 谢谢你 谁是你大哥啊 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 谢谢你救了我 你会惹到这种人 我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没有 你误会了 我只是一个房仲 房仲而已 他们跟我租房子出了事以后 就找我来算账 根本不够 好了 你跟他们的事情 不用跟我解释 大哥 等一下 你这样子好不好 我请你喝一杯咖啡 不然他们如果在那边等我 然后你刚好不在 我 我就 大哥 拜托 你好人做不到底好不好 前面 前面就有一间咖啡厅 只要他们没有回来找我 我马上就走 拜托 带路 前面就前面而已 走 停 凶 凶宅房仲 亏你想得出来 我 我都有请师傅跟老师去处理 干净处理好 租的时候 我有些人提前告知说 你不怕鬼的再来 谁知道他们租了以后 出的事情就要我赔偿 哪有这种事情嘛 对不对 你确定你房子里面 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吗 我也看不到 我不晓得 说不定那个通灵老师跟你说 我都处理好生 结果那些亡魂 全部都呆在房子里面 你要租给人 他们当然过来找你 美国大 还是你有认识什么厉害的老师 可以介绍给我 我不认识什么老师的 那 那我也只能宁可信其佑 我看那些王八蛋不敢过来 你自己好自为之 美国大 那 我之后要怎么联络你 我对鬼屋 凶宅 没兴趣 没什么好联络的 你不要这样讲 说不定以后 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留个联络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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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叫我美国大 你没资格 是 是 韦哥 韦哥 我的名片 我不是什么好人 哪里名片 对你没好处 那不然这样 韦哥 如果你以后需要找我的话 你可以上我搜寻 凶宅房仲 我叫洪韦哲 没什么好走的 记得 人 永远比鬼 更可怕 警方敢这样子一手折天吗 台湾高层 自己为了得到配方 故意叫日本人来跟我们交易 我 回来了 Viko 我真的不知道 发哥是谁 好久不见 Viko 终于见到你了 你为什么都现在再来看我 我很想你 你们怎么没等我 我们还在等你啊 你们在哪儿 我们在办公室 想不到在会场这里 被见到白队长本身啊 我们会继续的 全力阻绝毒品 对毒品 零容忍 让台湾成为零毒品的国家 有什么事情 要单独跟我说 不方便让你对人听到的 私人请求 我 Mine 现在最好清醒点 几颗倒数 身旁开始无人的熄灭 梦太过正式 结束慢慢fade away 情绪变铃 崩溃 还是不离回 无法逃离他的身边 你要相信 手伸筋疲力气 无法继续前进 来看看有多可笑 人生的上半场 下半场被这抱不跑笑 痛苦开始瞬间放大 脑袋释放危险惊讶 无论无罪金的敲销 也要不停寻找 看不见的信号 在这混乱不明的世界的真相 Pull me wrong Shut me down with the headshot 在这混乱不明的世界的真相 Long me down with one punch You're gonna get beat down 我不在乎谁是觉得正义 只有清醒才能获得奇迹 在这混乱不明的世界的真相 You can't find the answer 不管现实或梦 有没车来见过 少在那边骗我 我早已把抵抗药帽的身心灵 都烈酒